第二屆灣仔區議會主席黃英奇 就叫這種社區建設 叫做舞台社區 因為這群人永遠站在台上 你頒獎給我 我頒獎給你 然後我頒給自己 你又頒給你 同時這群人在舞台上 亦是表演社區和諧的 但是搞了這麼多事情做什麼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推敲 是建設了這個社區十年之後 政府心裏的盤算就開始落實了 因為他覺得自己有足夠的社會 和政治資本去推行地區行政制度 即是現在沒有一樣的 即是major的改變是沒有的 所以你自己回到民政署 或者上民政署的網頁 你看到的跟我說的話 跟30年前是一模一樣的 那他是覺得 行了我已經有足夠的資本 做什麼呢 就是推行地區民政制度 全面取代街坊會系統 在社區 在地區裏面的操作 1982年2月 灣仔區議會 當時其實是不是立即成立了所有的區議會 為什麼區議會成立的 其實有點不一樣 這個還要再推敲 但是82年 大家記住82年2月 灣仔區議會成立 你一成立部會不會立即去選的 他就會立即委任了一群人 那這群人就是他過去那10年 培育的人來的 好了那這群人 培育他們做選的區議員 很威風的 當時做陰點的區議員 不是好像現在 我們經常被他 我們罵到他傻了 但是以前都覺得政府 他不知道叫什麼 政府陰點區議員 自己威風到不得了 但是這群人其實 9月的時候要再選的 結果他們一半失敗了 一半就繼續可以做區議員 證明自己是有實力 現在的現存架構 其實政府已經剪掉了外判 剩下了什麼呢 有民政處、區議會 以及分區委員會 分區委員會是什麼呢 七二年已經成立了 歷史很長的 其實就是政府 又是去選 就是他去挑選一些 他自己覺得是safe people 這個是exact coding safe people 這些就好像是 民政處的一份意外保險 因為如果區議會 假設民選的 他總有一天 所有委任的都要停的 那怎麼辦呢 很害怕的 那這些人 他隨時會反民政處 反政府的 不要緊 我們還有一個分區會在這裡 那好像是 所以我就說 好像民政處的一份意外保險 那這個給大家看看 這個舞台社區 就是 選這張照片是因為 就是本人都在裡面 那就是 如果我選了一張照片 沒有我在這裡 那我就好像 不是很道德 好了 那舞台社區有什麼特性呢 我們終於就說到這裡了 那第一件是要很熱心地去參與所有的社區活動 要出錢出令 又要捐很多錢 提供很多好處 給區議會 或者給民政處 那當然 這個是否貪呢 大家今天可以去討論一下 那些人真的很乖 真是很好的 你聘請他他一定會來 來做什麼 要為你打氣 有時候有些很奇怪的 蚊營的活動 也有一些社區人士會來參與 他來到你都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 這些人 就是 很懂得做這件事 而且 他會永遠知道 對的立場在哪裡 他的鼻子很靈敏 他永遠知道權力究竟是傾向哪一方的 剛才說了 就是民政處是一個情報機關 那他要跟很多人溝通的嘛 溝通? 嘩 就是這樣嗎 我們現在這樣坐在這裡溝通 水都沒有喝 不是其實有水的 只有水喝嗎 當然不會啦 那當然要有很多的禮物 有很多的獎賞 去吸引那些人 就是來 跟他這個情報機關 去給他一些情報 是吧 因為 你們這麼多的這些貿易 你的情報機關不從耀 那些人不好 那些人不好 反對那些人反對那樣 那就糟了 你什麼都不要 那我做政府怎麼辦 我當然要收集一些 我要的資料 那這一班的社區人士 一定是可以幫到 政府去做這個角色的 就是無論在哪一個政權底下 都是扮演這個維穩的角色 嗯 批評者認為 我都不敢認我是批評者 有些人呢 就說這些所謂的社區建設 其實就是所謂蛇齋餅種政治 就是Port Barrel Politics 那什麼叫蛇齋餅種政治呢 就是最近大家聽很多啦 區議會選舉 那簡單來說呢 就是將一些精神 以及一些錢投放在一些 總之不會令你更加聰明 的一些活動裡面 或者一些 就是一口就沒有的 少因少為 活動 開心 大家開心 那但是呢 大家就花很多精神 以及時間 金錢在這些活動裡面 那麼這個呢 我就稱之為一個 蛇齋餅種政治 那麼當然啦 實際上的蛇齋餅種呢 是可以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存在的 例如這樣 下 那麼 那麼 總之 其實在地區行政裏面 社區建設是很重要的工作 嗯 這個是其實後期不會再存在的了 九一至九四年度的關制區議會高峰期呢 81.3%是撥給社區建設委員會 但是現在可以說呢 那81.3%不是全部都撥給社區建設委員會 不過只不過是在 給了不同的委員會 都是去做社區建設的工作的 那麼究竟這些社區建設活動是些什麼呢 那麼大家也可以看看 我這個小朋友一定是很悶的 你看看他 就是和就是 幾貧乏 是不是我們的獎品 只是都是一兩樣 就是他這個聰明的小朋友 不斷地拿獎 就是拿到這樣的結果了 好 接著我們說一下 這個中共的系統 這個其實我都可以知道的不多 因為就是我自己本人的身份 我能夠接觸到的人是很有限 那我自己很弄統地這樣說 就是中共系統在香港 其實那個社建是真的做得很 我想你們可能會比我更熟悉 尤其是他們的敵人會更加清楚 我又不是他的敵人 但是我又不是他的朋友 你看到70年代之前和70年代之後 是兩種自然不同的狀態來的 一七十年代之前 他那種的社建 就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左翼 以及反直的 集中就是對不同的階層的統戰 詳細不說了 80年代之後 就當然是為這個中共對 就是所謂修回香港的在籍大計 是鋪路的 那有趣的地方就是 剛才我不是說了這個國界協會的嗎 那你就發現 國界協會和分區會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可能是沒有的 不過可能他們歡慶的內容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用的語言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內容又可能一樣 那些人又一模一樣 所以你看到 其實中共的那個在籍大計 是它是捨棄了之前一個比較社會主義集體 自強或者意識形態那種這樣的道路 而走了一個是跟這個英籍的政府 所搭建的平台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我只是覺得它好像 總之是怎樣呢 好像一塊皮一樣鋪了上去它上面 即是梳化呢 蒙了一個新的皮 好像一張新梳化 但其實都是那種舊梳化的 即是那種 即是那一種所謂 Ride on 英治時期 那種的社建 就是我的意思了 還有它們是甚至可能是比 政府的社建更加強調的利益 還有一些蛇齋餅種的政治 因為這一點是可以油化你的意志 或者令到你很喜歡它 在上一次的區議會選舉 有過一篇文章叫做區選無間道 就看到這個中共系統其實是怎樣 透過一個現在大陸所謂的街道委員會 那種的操控方式 去奪還議會的控制權 到剛剛過了那個 我都不用再說了 種票就嚇到大家傻了